路口监视器排下来 让黑色轿车高速开了过来 按照地上划线 它应该要右弯的 结果驾驶直直往前开 撞上了对象的白色轿车 车货现场造势黑色轿车 安全气囊整个爆开 车头全毁 引擎开都被撞凹了 挡风玻璃也碎成蜘蛛网撞 被撞的白色轿车 保险感也整个掉落 轿车被撞到180度便宜车道 车内的乘客驾驶 表情痛苦在一旁等待救援 第一点发生在高雄三明区 火车正前 九如一路跟正西路口 七号凶五十一点多 驾驶疑似不守路况 正面冲撞对象轿车 导致一共造成两辆轿车去投全毁 其中有三人分别受到轻伤 在救护人员现场 简单包扎伤势后 耸疑治疗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火车正前因为路线复杂 还特地欺上了不同的颜色区分路线 每条的驾驶还是撞了上去 之后驾驶经过酒侧 每一酒驾 是否谎生或是不熟悉路线 详细的肇事原因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TBS新闻 吴宗勋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